宁波的狼女是经营一家工厂 1月28号晚上 她的员工被机器伤到了手 紧急送往医院 没想到在医院急诊大厅 窗口工作人员动了刀 宁波市第六医院急诊大厅 1月28号晚上7点半左右 狼女士说 她和丈夫陪着受伤员工 乘着救护车先到 之后 狼女士老公去窗口办理手续 那边医生已经说好 那个住院手续了 他就要付钱 我老公就出来 外面是付钱了 里面那个医生 要不是要填一张纸头 住院的 狼女士儿子和准儿媳 随后赶到 狼女士说 因为丈夫文化水平低 填不好 就把住院了解单 交给了准儿媳来填 问他 就这个要怎么填 这样 然后他就很凶 然后他就这都不知道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很差 有蛮多的 就住址啊 什么然后就是设保凯 什么什么 要勾选项啊 什么 然后他态度就很差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一句 就那个态度 那个能不能好一点 然后他就说 我就是这个态度 怎么样这样 妈我儿子 妈我儿子 我说你妈妈干嘛了 我说是吧 有时候妈妈干嘛了 他说你妈的怎么样 那我过后 他住在里面嘛 他过后一直比 我只要比神绪 我说你这样说 我妈的 我也骂了一句 后来他就是 马上出来了 狼女士说 窗口工作人员 从里面走到大厅 扑向了儿子 手里还拿着家伙 便朝我就冲过来 把我啪去放倒 放到那时候 刚要放到 我不是眼睛戴着吗 眼睛都被人甩到哪里去 从我男朋友过来嘛 然后我就在 那个嘛 在倒嘛 可能就那个时候割刀的 就他那时候在 一直在 拿着刀在划腊嘛 我尝尝一把美工刀 有片刀片 很快的 插我的儿子嘛 是吧 他就手这样子 一直扑上去 拼命的去拉医生嘛 狼女士说 因为这个冲突 她的员工耽误了治疗 儿子和准儿媳 也住进了医院 狼女士儿子头部 和脸部被划伤 儿媳手部受伤严重 两人衣服 有被划破的痕迹 上面还沾着血 填的过程当中 估计 这个 填的不准确 踢进去 还没填好 又拿出来 可能来回几次 来回几次呢 可能我们那个 这公叫 叫朱婷 那么可能 上方言语上 有一个冲突 家属呢 可能一个别 是不是扔进去 了解情况 连上了 才知道 才知道 不及时拿了 就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 可能一时就 结冻 发生了这个事情 大家自体冲出 拉扯 那么他呢 手上有个把刀 那么就是 他可能挥舞了 那么就伤到了两个人 男的呢 受制在浦外科 女的患者呢 手上肌腱割伤了 给我个公道呀 他昨天晚上 我真的是 焦天垫不凌 焦地地不硬 是吧 这样子的话呢 提早要给我们做一些手术 他到 十天外 才做手术 要给我们两个人 好好的 给我们看 朗女士说 事后窗口工作人员 被宁波东柳派出所民警带走 但儿子和准儿媳受伤之后 医院并没有第一时间手术 而是让他们先交五千块钱手术费 十点半才做手术 对此 张院长解释 这确实是值班医生安排不周 再加上当晚手术台紧张 才导致这样的情况 他们得知情况后 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给两个人做手术 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朗女士工厂里的受伤员工 术后情况也良好 张院长表示 医院会对两人进行免费医治 朗女士说 她现在就想医院赶紧把两人医治好 赔偿的事情以后再说 第一时间公安也介入了 公安介入了 那么我们的朱婷姻同志 也被带走 在派出所接受调查 我想这个因为已经上升到 这个很严重的冲突了 那么这个我想公安肯定会 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进行处理 那么关键我们医院内部 以这个事件作为深刻的教训 那么我们马上要召开相关部门 也研究下一步 就要怎么来 从这个事件当中来吸取教训 我们从派出所了解到 伤者目前正在做伤势鉴定 如果构成轻伤 对方会被刑事拘留 如果不构成轻伤 对方会被治安拘留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